《香港的前世今生》 歡迎大家來林堯中二文化館舉辦 以《香港的前世今生》作主題的歷史文化講座系列 《香港在中國近代史上的角色與貢獻》 《從維新啟蒙》《辛亥革命》到《共產黨人在香港》 我們也非常感謝現場這麼多朋友 我們今天絕對是座無虛席 以及在網上線上現場看我們活動的幾百位朋友 多謝大家出席我們今天的講座 我們今天的大會師團隊是來自《遙宗義文化館》 我們也先給自己掌聲好嗎 以及網上的朋友多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剛才在短片中也認識了我們有關遙管的歷史和服務範圍 到今天遙管已經是十歲生日十個年頭 慶祝搖館開館十周年以及特區政府成立二十五周年 搖館特別呈現今次的歷史文化講座系列 活動橫跨2022到2023年 衷心感謝五潔二前市基金和五福前市基金贊助今次的講座系列 也要感謝教育局領南大學文學院的支持今次的活動 講座內容包括很多東西 包括有歷史、經濟、民生、文化管理、文物保育等等 等市民了解民生百態 我們希望透過今次的講座系列 等大眾從歷史、文化裏面 瞭解香港的過去變遷、承傳和發展 一方面在歷史中學習、鑑鼓資金、啟發市民對未來的想像 另一方面提升大家的身份認同和民族觀 更加熱愛香港和祖國 藉此機會我們多謝今天出席的籌備委員會的成員 我逐一介紹大家給掌聲 包括有李卓芬教授 謝謝 另外還有黃景強博士 崔以雲博士 黎永昌博士 黃鴻堅先生 蘇在的博士 以及黎葉榮先生 謝謝各位籌委員 有他們才有我們這麼精彩的歷史講座系列 在我們活動開始前 我想有一個很棒的環節 就是拍搭照 大家不用動的 這麼多嘉賓都不用動 我們視頻師在我們的中間位置 和大家在這個角度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大家最重要給一個燦爛的笑容 我們這個鏡頭就可以了 政府說明天才可以脫 不過拍照就可以了 多謝大家 大家已經蠢蠢欲動想脫口罩了 我知道 好 大家拍照可以脫脫口罩 我們等著這位朋友 請就座 好 我們一起看著大會的相機 我相信這張相機肯定最開心的 明天就可以不需要戴口罩了 好 拍一張吧 好 我們都很喜歡我們今天這個講座 我們先給個Like先 待會聽他講座 先給個Like 丁教授先 好 好 多謝各位 Thank you 接下來我們 以下的時間 就邀請 姚宗儀文化館副主席 黃景強博士 致意歡迎詞 我們鼓掌聲 Dr. Wong 謝謝 好 可以了 有沒有聲 有 OK 首先我代表姚宗儀文化館 多謝 各位今天 親身出席 或者在網上出席 我們這個講座 當然我們想要多謝 丁聲炮博士 我們今天的guest of honor 他講的這麼特別的題目 就是香港在中國近代史裡面的貢獻和作用 其實香港 除了在近代史的位置之外 我們都有很多考古的證據 證明在古代 甚至前到商代 漢代之前 都已經是 我們香港 有中國的人在生活和運作 那麼 到今天 更加 對香港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 這個 在疫情 社會動亂之後 我們今天 差不多是最後一副相 我們今天拍照 就是最後一次戴口罩 所以大家 很開心 來這裡聽聽 丁博士 說出 他對這個題目的心得 很簡單 雖然很多朋友都已經知道 姚中的文化館 是怎樣過來的 對於一些 例如網上的朋友 我簡單說 就是 原本就是一個 禮芝國醫院 我們是一個 在承傳文化上的理由 將它改變了它的用途 我們經過十年的運作 中間也很辛苦 也很感謝 有很多有心的朋友 有心有力 出錢出力 為我們搖館的發展 做了很大的貢獻 我不一一在這裡再多謝了 為了我不想妨礙大家 聽聽丁博的這麼精彩的演說 我就交給黃鴻堅先生 由他去講講故事 關於丁博的事 好 請聽一下鴻堅 好 謝謝Dr. Wong 我們邀請 姚中二文化館 管理委員會委員 黃鴻先生 為我們介紹一下 他認識的丁博 有請James 好 多謝各位 首先我介紹一下 丁新豹博士 丁新豹博士 是香港的歷史學家 現任的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的名譽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的客座教授 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名譽高級研究員 他也是做過香港歷史博物館的總管長 他也有很多貢獻 關於香港的博物館的歷史 各方面的事情 首先我先講我自己 我自己 第一樣我可以講 我是丁新豹的粉絲 為什麼呢? 我在Youtube那裡 聽了很多丁新豹的講座 在那裡學了不少東西 平時來說 如果在Youtube看這些片 長過15分鐘我不看 因為多數來說都會覺得很悶 但是丁教授那些片 每次都會講兩個小時 但是我一路看 越聽越看就越感覺到有興趣 所以我這件事 我想大家都可能會知道 但是我想如果你們想多學一些 關於香港的歷史 或者甚至乎中國的歷史 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就舉一點點例 關於Youtube裡面 有什麼我看過呢? 這個不是很久的 大約一年前左右 就是講一些歷宗的歷史 關於張軒 去到原藏法師 到西藏 和兇奴 整體那個故事 我想這些故事是很精彩的 大家可以找來看看 還有呢 如果你覺得有點奇怪的話 原來丁博士告訴我們 在香港的墳場 是可以找到很多香港的歷史 其中一些 就是今天你也會聽到 或者丁博士大家也會說到 關於一些 國民黨和革命有關的人士 會出現在丁公所說的 關於墳場裡面的歷史 我以前來講 歷史也不是一個很容易讀的科目 雖然我自己不是讀文科 我讀工程 但是丁一手就說 讀歷史 有時候 有時候要記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這方面我覺得很對 譬如舉例來講 秦朝統一天下 是在公元前221年 他說這些年份 你一定要記住 我想這件事很重要 統一全國的大事 還有另一個年份 他也教我 在影片中看得出來 還有一個年份 你們要記住 就是公元751年 公元751年 以前我真的不知道 有什麼大事呢 原來在公元751年 就發生了一場很重要的戰役 那場戰役就是阿拉伯 和唐朝的唐元宗的軍隊 在一個地方叫做 塔羅斯的一個戰役 就是阿拉伯和唐朝一個大直接的衝突 在這個戰役裡面 唐朝的軍隊打輸了 打輸了之後 從此他就退出 在西域的地帶 到現在就是現時的塔塔斯坦 所以我覺得 可以有一點巧妙的事情 我們記得一些重要的年份 就可以連帶起來 記住一些很重要的歷史事件 我覺得這些我們從丁公那裡可以學到的 丁公曾經說他自己 是一個歷史的推銷員 我覺得他這樣說 實在是貶低了自己 我覺得丁公是一個歷史的播種者 心間細作 他經過這麼多的渠道 這些講座 使人們引起歷史的興趣 所以我認為他是一個歷史的播種者 請我們給掌聲一下丁先生 丁博士 謝謝 我們很期待今晚會看到一個很精彩的一個講座 多謝大家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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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好了 我學到東西了 我就不跟他講了 我們邀請歷史的播種者 丁公到我們台前面 去舉行我們的講座 好嗎 給掌聲丁公 有請 有請 我喜歡吃雪糕 因為我喜歡吃雪糕 今天講的題目 就是 也挺有趣的 就是講關於 一個非常重要的題目 慢著 先 走回頭 就是講香港究竟在我們整個中國的近現代史裡有什麼作用呢 首先我們看回歷史 我們知道香港就是鴉片戰爭 我們在1839打到1842年 我們在1842年8月29日簽了這個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裡面的第三條 就是香港被英國人割佔了 所以這個就是南京條約 然後就開始了有156年英國人對香港的統治 但我們知道雖然我們是被英國人拿走了 但實際上在這156年裡面 我們仍然是跟我們的祖國有很緊密的聯繫 我今天講的主要就是集中在49年前的一段時期 我們看回我們中國近代史 其實有幾件事是重要的 首先就是 我們是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打輸了給英國 第二次鴉片戰爭又打輸了給英國 之後清廷就開始覺得 咦打一次又輸第二次又輸 肯定我們是有些東西不及人 我們是不是要向他們學習呢 所以開始了 由160年開始了 我們有一個叫做治強運動 或者叫做洋務運動 主要就是向西方學習 但這個時候學習的是什麼呢 主要是學習一些軍事上的東西 開一些兵工廠 主要來說我們用今天的術語就是一些硬件的東西 主要就是開一些工廠 生產一些東西 或者是建鐵路等等的東西 這個呢 我們就講治強運動 治強運動發展到後期 去到大概180年代 90年代 就開始有些新的思想的出現 一些維新 我們叫做維新 維新思想主要來說 的重點就是 不單止只是一些建設的問題 而是關於一個體制的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的體制的問題 主要都是聚焦在君主立憲 仍然保持清朝 但是希望立一個憲法 於是就可以局限了皇帝的權力 所以呢 我們又由治強去到維新 主要就是 到這個時候就開始講到 關於那個所謂君主立憲的問題 我們知道去到1898年 就有這個冒出維新 有這個康友為梁啟昭 和他們一班的同志 就搞了一個所謂的 但是我們今天看上來 其實這場是政變 並不是我們 習慣上對這場 所謂的冒出維新 看得這麼簡單的一回事 事實上 現在很多東西都是 有一個比較新的看法 因為我們發現康友為 原來是說謊的 很多東西 因為我們以前所有東西 信任康友為說的東西 我們以前是中間分明的 這邊是中間那邊間的 中間說的東西一定是對的 間說的東西每一句都錯的 我們現在又有重新的看法 對於冒出維新 其實它是一場政變 之後呢 接著就是發展到1905年 我們去到1900年 就發生了義和團 我們八國聯軍 所以中國一次又一次 在西方的力量底下 我們被它打低了 所以那些人民都覺得 這個政權真的沒有用 所以他們都試圖或企圖要改的 1905年就有一個 推行這個憲政 但是那個憲政發展得很慢 還有到1908-09年的時候 我們知道慈禧太后就是過世 慈禧也在他臨死之前 是先毒死了光瑞皇帝 這個也是現在證明了 因為我們在光瑞的維軍裡面發現了 有很重的砒傷毒 這個以前我們都是半信半言 但是現在我們肯定 他是知道自己會就快過世 他先找人毒死了光瑞 但是其實他毒死了光瑞之後 可以說他是害死了整個清朝 因為如果光瑞皇帝沒有死的話 我們的革命是不是這麼成功呢 這個很難說 因為起碼有一幫支持君子立憲的人 是會支持光瑞皇帝的 但是正正因為他殺了他之後 又捧了一個小朋友出來 這個就是三歲的孫統皇帝 結果就淚死了整個清朝 我們現在是這樣看的 好了 我們由志強為新之後 大家開始就對這個清朝 完全失去了信心 當然原因很複雜 這裡我又不想花太多時間來講 所以就開始革命 最初有人講革命的時候 那些人都未必支持的人很多 但是當那些人慢慢對清朝的信心 最後的信心都沒有了的時候 大家就覺得應該是推翻了它 所以我們就有了新夏革命 新夏革命之後 其實還有很多事情發生的 但是我今天講的事情 全部都是跟香港有關的 也就事說 香港由志強為新 到新夏革命 都有一大批人出來可以說 香港對這兩個運動是有影響的 接下來有一個運動對香港的影響很小 這個叫做1919年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當然是我們中國 是一個風起雲湧的一個學生運動 這是一個新思潮的興起 但是根據很多的記載 我們發現香港其實對這個事件的反應 是相對冷淡的 其實原因很簡單的 因為當時香港是受英國管治 而1919年的五四運動 說的就是民族主義 所以這個對英國人來說 這件事是最吊技的事 所以它掩蓋得很厲害 掩蓋得很厲害 所以香港其實 只是有幾個人上街 不斷地逛逛逛 然後香港大學的學生 又向北洋政府提出抗議 其實根本一般的群眾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這個就是 其實即使是從冷淡的反應 我們也看到香港的特色從哪裡來 其實接下來我們又會說到抗日戰爭 抗日戰爭就是 香港人其實在香港未淪陷之前 曾經支援這個抗戰 是出了很多力的 這裡我們稍後會講 最後一個環節比較少人知道 就是講到最後國共內戰 或者叫解放戰爭的時候 其實當時因為周恩來 他們估計這場仗 可能要打一段時間 他們沒有想過會這麼快 沒有想過國民黨想得這麼快 所以他們安插了一些 安插了一些左派的民人 和一些所謂民主派的分子 就來了香港 一方面是辦報 二方面成立一間學校 叫達德學院 我們稍後會講的 所以就是說由志強為新 一直到國共內戰 你就看到也有香港人的身影在這裡 我們是從不同的角度 不同的方法 對這些運動作出貢獻 首先我們當然要講孫中山 其實我本來不應該由孫中山講起 我應該由志強為新講起 但有個很特別的日子 我想大家要記得 其實就是距離今天八天之前 就是1923年2月20日 今年剛剛是2023年 大家要記住 現在是2月28日 也就是說上個星期一 剛剛是100年 當年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就邀請了孫中山先生 去香港大學演講 大家想著覺得是很有意思的 是香港大學的學生會 不是香港政府 這個就是香港很特別的地方 演講的地方是哪裡呢 就是今天的陸友堂 當時叫大禮堂 就是main building 用英語進行的 所以這一場演講 報導得最詳細的是英文報紙 我們從來沒有理會英文報紙 就是看中文報紙 但是中文報紙有個問題 中文報紙有立場的 英文報紙相對客觀 就是將它整個過程 孫中山講了什麼 是很詳細地講了出來 記錄了下來 當時接待他的就是何東的兒子 何世健 何東的兒子 何世健 當年是香港大學學生會的主席 所以很有趣的 就是會長 應該說會長 由港大的學生會會長 去接待孫中山先生 出席的人 居然有副政司的私分 他是代表誰 他是代表校長出席的 當年香港大學的所謂校長 是去了華東地區招生 當時他們因為香港大學的經營是很艱難的 所以他就要去中國大陸招生 那時候已經 另外 何東在這裡 另外 有幾個立法局的議員 都是外籍的立法局議員 都是在籍的 就是聽了這場演講的 我們看看 原來當年由河東 早上他乘坐河東的車 來到香港大學 當時還沒有東閘 還沒有西閘 只有一道門 那道門就在班南道 車停下來的時候 然後學生在梯級的下梯歡迎他 然後用一張椅子 要他坐在椅子上 抬他進去陸友堂 抬他上這個 即是不用他走這個樓梯 以及送他進去陸友堂 這個就是 當年最經典的就是 他在陸友堂裡面 當時是11點開始講的 講了一段時間 然後最後就出來拍了這幅 歷史性的照片 很可惜 在六日在大禮堂裡面 講的talk 是完全沒有任何的照片 流下來 這個是非常可惜的 但我們知道 原來他在裡面講的時候 就是一張很長的桌子 孫中山就坐在head table 另外可能就是 施芬、河東 幾個立法局議員 還有河西劍 就是學生會會長 坐在一張長桌 其他學生就坐在其他桌子上 聽孫中山說 聽完之後 據說還有茶點招待 所以這個西部記錄得很詳細 在這個照片裡面 我們看到 坐在中間的就是孫中山先生 他再次叫長衫 但大家看見他的樣子 其實都挺潮緒的 其實他只不過大概是五十五十七歲 五十七歲 他應該是五十七歲 以現在人來說 五十七歲很年輕 但他長得比較老 旁邊這位是何世劍 所以陪著他坐在這裏 另外旁邊這裏有一個人叫陳友仁 陳友仁是夏威夷那邊的華僑 另外這裏有一位人興 這個就是孫科來的 孫中山的兒子 所以其他人我們就認不到了 我最初以為這個尿仲愛 有些人就說不是 這個可能是正會長和副會長 幫著孫中山先生都還沒頂 這個照片是非常珍貴的 孫中山先生究竟說了什麼呢 這份報紙 這份報紙叫做 Hong Kong Daily Press 有很詳細的記載 我們大致上 他一開始就說了這一句 I feel as though I have returned home because Hong Kong and its university were my intellectual birthplace 他就說了這句 and its university 所以看到孫中山先生 開頭就說了這一句 然後他講的內容 大概就有以下這幾點 他說他好像柔子歸家 三十年前他就在香港求學 引辱了他的革命和新思想 所以這個講座重要性 在於孫中山第一次很公開 因為其實孫中山講的talk 大部分都是對著商人說的 因為其實他就是要籌款 所以他大部分的講座對象 都會是商人 但是這一次最特別 也都可能在香港講的唯一的一次 是對著學生講的 所以他講的內容 是非常之重要 而且是歷史性的 因為他很清晰提出 他的革命思想就是來自香港 然後他就說 他在他的家鄉 香山和香港 在英國人管治下 開放七十年的香港 比四千年歷史的中國進步 然後他就講到 在家鄉和縣官之間的 一些不愉快的經歷 最後他就講到一件事 就是因為他革命 很多人覺得他很激進 他現在就在這裏解釋 他說民國兆建只有十二年 他不能夠因為目前的生活比較艱苦 我們就否定了作為一個共和國的好處 一個republic的好處 所以現在處於一個過渡期 當前所受的困苦 就是將來美好生會的代價 他的except wording就是 This suffering is merely the price of future happiness 這個就是正式的英文 他是這樣講的 所以他基本上這個講座 就講了他的思想的來源 還有就是覺得現在可能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民國 民初生活是很苦的 其實情況是不比晚清好的 但是他這裏也都說 因為當時軍閥混戰 所以其實是相當亂的 可以這樣說 所以他就在這裏解釋 這是一個過渡期的 將來就是republic成立之後 就是穩定下來之後 人民就有好的生活過了 這個主要就是他這個講座的主要的內容 他講到最後的時候 他就說 現在香港有六十二萬人 皆享安樂 也無非有良好之政府 也無非有良好之政府 也深遠過學生 在本港讀書 以西人為榜樣 以香港為模範 將來反國建設一良好的政府 不人之責任方圓 不人之希望方達 極望諸生免之 所以這就是他最後講的一番話 當然 孫中山對香港的那種 講得這麼好 其實當然是有少少 是不是真的這麼好呢 當然是不可能 但是我想他這個相對而言 是比較起當時的中國 當時的香港的確是進步很多 所以我們明白到孫中山這個演講 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其實孫中山先生 我們知道 在1912年的一月一日 孫中山就做了這個臨時大總統 做了大概兩個月左右 他就將 因為其實當時中國最有 那個力量最有勢力的 其實是袁世凱 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他就要將總統的位置 就讓給袁世凱 因為只有袁世凱 他才有能力 可以逼清朝的皇帝退位 因為袁世凱大權在握 其實他當年是拒逼孫中退位 他是跟龍與太后說 一定要孫中退位 所以清朝就沒有了 所以當時能夠做到這件事 只有一個人全中國 這個人就是袁世凱 這是不爭的事實 孫中山下台之後 其實他曾經有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 但是他最大的問題就是 第一他沒有錢 第二他沒有兵 第一次是1919年 他是被軍閥趕走了 第二次被自己人叛變 就是陳廣明的叛變 他唯有走了 走去哪裏呢 其實每一次走都是走去上海 但是去到上海他不是不做事 而在上海鑽研他的思想 他的三民主義就是這樣來的 其實去到上海他可能博覽群書 然後就有個機會給他思考一下 中國革命的路應該怎樣走 好了 這次其實孫中山先生 在1923年2月20日 他就在香港大學講討 其實他是17日回來 他講完討論之後 第二天就走了 第二天就回廣州 回到廣州之後 這一次也是他見事最多的一次 他回到廣州之後 在1924年舉辦了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 他在這次的大會裏面 釐定了聯俄用共的方針 這個是非常之厲害的 這可以說是改變了中國歷史的一件事 就是要聯俄和用共 因為這樣的緣故 他是容許共產黨員 是以獨立的身份加入國民黨 即是他們是有兩個身份的 自己既是共產黨員 也都是國民黨員 亦因为他联俄的缘故在俄罗斯的苏联的帮助之下 他成立了黄埔军校 他有自己的兵 之前他是要靠军伐的兵 军伐的兵是不可靠的 因为军伐的头不是他 是另外有人 所以他只不动那些兵 但是有黄埔军校之后 就真的训练了一批 复应三民主义的一帮新的青年 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同时他们成立了广东大学 广东大学就是中山大学的前身 所以他第三次回到广州建立政权 真真正正短短的两年做了很多事情 这个就是定定了将来中国的发展 就是这个黄埔军校广东大学 成立了农民港乘所 就是在农民之间灌输 这个革命的思想 因为中国的人最多是农民 所以他们也看重了这件事 我们知道毛泽东 后来也做过农港乘的负责人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孙中山先生 我们接着讲就是为什么孙中山说香港是他的革命思想的孕育之地呢 我们就看回当时的历史背景 其实我们知道同样的历史背景也孕育了不止孙中山先生 孕育了他同时代的一些革命者 也都影响了比他更早的自强维生时期的一些人呢 其实都是在这个整个 我们马上要提到的这个氛围下呢 是成长的 第一就是西式的教育制度 这件事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香港有这个英华 有这个玛丽顺历学校 有这个中央书院 就是黄仁书院 有这些学校的时候 我们中国大陆还在考科举的 考科举仍然是四书五经为主 但是我们看看孙中山先生在香港受的是什么教育呢 这个是孙中山自己写的一个简短的历历 因为他大概是十岁开始读书 十二岁读了两年书 就跟妈妈去了檀香山 投靠他的大哥 他大哥在那边都发展得挺好的 其实现在看上来都是可能卖猪仔过去 去了檀香山 然后他就跟了去 然后在那边 他的大哥对他非常好 就不是要他做事 是让他读书 而且还是读圣工会的学校 读圣工会的学校 这个就解释到 为什么他回到香港之后 第一间读的是拔萃 就是因为拔萃都是 拔萃书室都是圣工会的 就是有个延续性在这 好了 这里也提到就是 我们知道孙中山就因为他在那边要入教 入基督教 那么大佬就不让他很生气 那就要送他回乡下 谁不知他回到乡下之后 他竟然将这个大概是183年 他回到乡下 就将北极殿 北极殿 有个有间庙的一个菩萨 将人家的手咬断了 他和六豪东两个人去搞乱了 家乡的人就 哇 真是 风起云涌 要打他 他就走了 就走了来香港 走来香港就继续读书 好了我们看看他 这个就是他的英俊照 亦都是我们现在找到孙中山最早的副照 大概当时是十七八岁 就是这个样子 他这里提到他就是破坏了这个北极殿的神像 就来到香港 就读拔税书室 但是很短的 两个月之后 他就转了去中央书院 中央书院就是今天的黄忍书院 这个就是在1862年成立的 1862年成立 香港可以算是第一间官立学校 这个就是拔税书室 就是今天的DBS 那这里就是我们隐约可以见到 就是这个就是 第一代的中央书院就是过户街的 所以在这幅相 其实是反而是 应该是上面那间才是 可能是这间 可能是这间才是 上面那间 就是那幅界 这是第一代的中央书院 那他呢就在1884年的4月15号 就入读这个中央书院 就以孙帝像的名字注册游学 他原来的名字叫孙帝像 他有很多名字的 其实他正式的名字叫孙 川宗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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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來那些人有理沒理就叫他孫中山 好像說起來特別響 所以孫中山的名字就不敬而走 其實他真正叫孫文 小時候叫孫帝像 當然還有很多名字 登記號碼2746號 孫中山入學的時候 就是高中第一級的低年班 我們看他讀什麼呢 除了讀中文之外 就讀英文語文文法歷史地理幾何代數 宣術衛生機械繪圖報記 博潔平也讀上常識等等 所以你看看他讀的東西 我們將他讀的東西 再比較當時在內地的人讀的考科 他讀的東西 你就知道兩種人的眼界是完全不一樣的 他讀的歷史不只是讀中國歷史 他讀world history 讀geography 其實他讀的科目和我們今天讀的大同小異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個人的思想 在同時代會是先進這麼多的 這個其實跟他在香港接受的教育是分不開的 我們稍後介紹很多人 無論他是革命的 無論他是維新的 無論他是志強運動有貢獻的 都是在香港讀書的 所以這個很重要 這個背景很重要 就是每個人我們知道 大概都是由高中到大學的時候 思想在那個時候形成 那麼 蘇中山先生偏偏就是這個時候在香港 所以他說他的革命思想來自香港 這個絕對是真的 這個是沒有花沒有假的 所以他就這樣的課程 我們也看到這一家就很有名 很多時候大家都會看到 舊照片也看到的 就是在荷里活道和阿伯甸街交界那間 很宏偉那間 孫中山就沒有在這裡讀過 但是他在入學之後的 無幾內兩個月之後 在4月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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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 不好意思 這裡 他在1884年的4月26號 出席了中央書院在新校社的奠基典禮 這個就是荷里活道那間 荷里活道 前面荷里活道 旁邊就是阿伯甸街 就是今天的PMQ 這個位 因為這間建築物在日本人打香港的時候 就炸爛了 炸爛了之後 黃隱就搬走了 搬走了之後 這個地方就建了這個 就是荷里活道以婚宿舍 然後現在由以婚宿舍搬走了之後 現在就活化了 旁邊做了PMQ 這個中環的PMQ就是這個位 這個地方原來就是黃隱書院 第二代的黃隱書院 當時很有趣 因為原來歌庫街那間就不夠用 他們就說要建一間新的 但是在哪裡建呢 如果大家上去政府檔案找 就找到一段很有趣的東西 當時就在考慮搬去哪裏 然後就說又不可以搬太遠 因為那些學生上學不方便 又不可以搬去食堂咀 因為那裏會學壞 很有趣的 你看到他們說搬去哪裏 又會有哪裏不好處 所以最後就最簡單 就是很近 就是在歌庫街的後面 後面的荷里活道那裏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很合適的位置 他就讀到畢業 讀到畢業之後 他就去了廣州的Canton Hospital 附屬的一間醫院 一個醫學院讀書 但是讀了很短的時期 他就回來香港 因為他知道香港有一間叫西醫學院 西醫書院就落成 所以他就回來香港 就是1887年的10月讀西醫書院 認識了當年的何啟 康德黎 百文遜這班醫生 那何啟我們稍後會有很詳細介紹 因為他也是一個在維生時期 有所影響的一個人物 康德黎就是他的恩師 就是孫中山的恩師 也是這間學校的教務長 當年到孫中山先生流亡逃亡的時候 曾經去過倫敦 他就要去探康德黎 結果原來他由他住的地方 Grace Inn 去到Portland Place 康德黎住在Portland Place 他中間就會經過中國大使館 很有趣的 你走回那條路 你都挺過癮的 因為其實中華大使館的位置是沒有變 清朝的時候駐英國的公使館 和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使館 是同在一個位置 還有就是他天天都走 最後有一天就被大使館的人拔進去 當然有另一個說法 就是他自己走進去 這些就不要管他 走進去還是被人抓進去 反正最後就是康德黎救了他出來 所以他就變了舉世之名 成為一個當時的中國的革命者 我們不要說到這麼遠了 另外一個對他影響很大的 就是白文遜醫生 這個就是Manson Dr.Manson 我們待會再講 有什麼讀呢 第一年有植物學 有chemistry 有解剖學 有生理學 有藥物學 臨床診療等等 讀到1892年就畢業 沒口第一 其實幾乎都沒口第二 因為只有兩個人畢業 其他全部 歐勒臨班 歐勒臨班的人裡面 有些第二年都成功了 有些再讀多一年 有些下了兩年班才畢業 孫中山算了 第一年就已經畢業 而且口第一 冷靜點 這個就是他的西醫書院 就是他讀書的地方 最有趣的就是這一張的試卷 這張試卷 就在英國的Welcome Trust 一個medical library裡面 當年我開孫中山館的時候 就要去找剪品 知道有些很棒的東西 在這個Welcome Library 他就走上去拿 怎知道 他就說 要看嗎 拿給你看 你進一間房間 拿這支鉛筆 孫中山那張試卷就放在你桌上 手都在抖 從來沒想過 這輩子人可以 看到孫中山的試卷 還拿上手 這張試卷 因為我自己不是讀醫的 我問過那些讀醫的朋友 這張試卷考成怎樣 沒有一個人給我一個正確答案 每個人都說 圖畫得不錯 那就算了 因為我又不懂 這裡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他畢業典禮 畢業典禮就是在當年的大會堂 就是第一代的大會堂 1869年的大會堂 在那裏舉行的 之後就晚宴 晚宴就在阿士甸山 即是山頂 拆軌了 那裏有一間Hotel 舉行的 大家看的Menu 和看那個Toast List 都挺有趣 這個Menu 其實是可以Sell的 這個就是孫中山畢業典禮的Menu 其實大可以照版煮碗 做回一餐那麼多 我記得幾年前 邱騰華也很聰明 不知道誰給他提示 當年的中山市職徑重新開放 他就聘請了一群傳媒朋友 在半島酒店 用一個縮水版的Menu 接待記者 其實這件事是很有噱頭的 他也很聰明 想到這件事 所以大家看到他吃的東西 其實是他接受的一個很西化 甚至是很英國化的生活方式 大家看到 Toast List要向維多利亞女王 港督 大家看到他的Toast List 都挺有趣的 然後就是校長等等 對他的影響很大的 第一個就是何啟 何啟其實就是西醫書院的創辦人 也是這間學校的其中一個創辦人 我們稍後再詳細介紹 康德黎主要來說就是 在倫敦夢爛的時候 救了他一命 康德黎在醫學界的地位都很高 他又封為爵士 值得提的就是這位人興 這個就叫做Dr. Manson Dr. Manson同時也是Dairy Farm的創辦人 香港的牛奶公司就是他創辦的 錢就是遮打出的 但是力就是他創辦的 他走了之後 就把牛奶公司交給康德黎 還有他也是教務長 他走了之後 就把教務長的位置交給康德黎 所以他就給康德黎 還要早一點點 那麼我們博物館就很幸運地 在大概前年的時間 就買到這個銀杯 這個銀杯是什麼一回事呢 這個銀杯就是當白文遜醫生退休 離開香港的時候 有幾個學生 我想是聯名買了一個銀杯送給他的 那麼這裡呢 銀杯裡面呢 就客言有這個名字 孫逸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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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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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除了孫逸仙之身之外 這裡呢 有個叫關警糧 關警糧呢 就是四大購的照片 站在後面那個 有一幅照片就是四大購 待會大家會看到的 站在後面那個就是關警糧了 不過她就沒有革命到的 因為她家裡有錢 但是她是孫逸仙的老 即是很老友的 和她的朋友都不得了 甚至呢 孫逸仙幾乎幫她介紹了老婆 還做了證婚人 這個是夏威夷來的女孩子 關警糧也是養和醫院的創辦人之一 有幾個人創辦 其中一個是她 另外這裡呢 有一個人很有趣 這個人呢 我很意外地看到她的名字在這裡 這個人叫 我們以前不知道她原來是西醫書院的 就是鍾景玉 鍾景玉是誰呢 鍾景玉就是東華醫院第一個西醫 因為東華醫院以前是中醫院來的 但是經過鼠疫之後呢 就是社會上有很多聲音呢 就說要取替她 那麼香港政府呢 就說 唉不打擾她幫我做了那麼多事 不可以取替她的 不過呢 不如叫她加上 除了中醫之外呢 加上西醫 那麼中醫他們就很辛苦地 請了一個西醫 這個西醫的名字就叫鍾景玉了 那麼你想想 一間醫院裡面一個西醫 結果她會怎樣呢 結果她做了三年之後 就辭了職 然後就死了 怎麼撐呢 一間醫院裡面只有一個醫生 就是想死嗎 真的 所以呢 你會看到這裡就是 很有趣的 孫逸仙 關景良 有些是跟她做中央書院一起上來的 有些 胡耳解 胡耳解是她的 關景良和胡耳解都是她的中央書院的同學 就是說中學和大學同學 所以很friend的 胡耳解是整個家族來的 還有大家留意到這幫人裡面 基本都是基督徒 除了是接受西式教育之外 香港也是一個東西匯流的城市 當時來說 無論政治制度 市政建設 衛生醫療 都比內地先進 當然衛生醫療 香港的問題很多 如果不是 都不會有爆發鼠疫 但是這個是相對而言的 因為 Catwick Report 有個工程師 叫Catwick 他來到香港做一個report 我們很出名的 叫Catwick Report 他就指出香港的 特別是上環 特別是太平山區 衛生環境非常之差 結果這個地方終於在1894年爆發鼠疫 所以香港是不是真的 環境真的這麼好呢 當然就是 孫中山先生可能是 這個是相對而言 正如我所說的 如果你找他跟香山比 其實就很難比的 一個是大城市 一個只是一個小小的 一個醫院的中心 但是呢 看到這個 耳魚木耳 所以引辱了 這個革命救國的思想 我們看一下當時 我們已經是有這間這樣的東西在 Supreme Court 就是現在的終審庭 以前就是一個最高法院來的 這個也看到我們這個所謂 有一個所謂的司法制度在這裏 另外這個就很有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大會堂 第一代的City Hall 169年裏面有Library 和我們最早的第一代的博物館 第一代的博物館就是這樣款的 裏面其實不是放在香港的 放在澳洲石頭 蘇格蘭的什麼什麼 全部都是無厘頭的 因為它是自然歷史的 所以放了很多標本等等 這裏唯一一件現在還在的 就是老虎頭 就是這個去到一九二幾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出現了一隻老虎 老虎就擋了警察 就是他咬死了警察 然後被人捉了之後 就斬了個頭下來 如果大家有興趣見這個老虎頭 這個老虎頭就是這個博物館 唯一現在保存下來 其他東西全部不出去了哪裏 我們找的都找不到 老虎頭現在在哪裏呢 老虎頭現在就是在警察博物館 警隊博物館 還有他們是死都不肯借出來的 早年大館有個關於警察的展覽 問他借他死都不肯借 我想這個是鎮館之寶 就是靠著老虎頭鎮著館 另外一個除了是博物館之外 也都有一間圖書館 圖書館裏面有一個叫 Morrison Collection 這個Morrison Collection 就是以前在廣州的英國商本裏面的一個圖書館 後來就搬到澳門 由澳門再搬到香港 就放在第一代的City Hall 所以你看見這裡寫著香港大書樓 有一個印在那裏 這個collection在哪裏呢 這個collection現在呢 就在HKU Library 這個就是Morrison Collection 也就算說他們那年代已經可以看到 看到Morrison Collection 就是看到這些英文書 現在全部都是Rare book 英文的Rare book 但他們當年 就是他們有這個條件 有一個這麼好的Library 可以看到很多書 這個當然呢 就是以他們這麼好學的人 應該是在這裡學到很多東西的 我們看到一些很宏偉的建築物 這個是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是很有趣的 這個匯豐銀行的地址 正確地址 就是王后大道中1號 它的地址是王后大道中 是正門來的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德庫道是正門 它正門在王后大道的 因為當時的海邊 就是在今天的德庫道 所以它的正門應該是在王后大道來的 你看到這些這麼漂亮的建築物 或者市容都算是 好像一個小歐洲一樣 當年的香港 有些建築物如果不拆 應該來說 我們肯定可以宣佈世界文化遺產 變成澳門 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街道都算是乾淨 遠看 都算是乾淨 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件事 就可以吸取多元的訊息 當時來講 我們已經有很多報紙 有些報紙 中文報紙 有西報 可以得識很多世界的 不單止香港文 不單止中國 甚至世界各地的動態 吸取不同的訊息 所以那個時候 孫中山已經知道了 報紙作為一種宣傳的工具 是發揮很大的作用 所以在1999年的時候 他就叫陳小白 在香港成立了這個《中國日報》 其實就是利用那張報紙 來宣揚革命思想 我們有China Mail 很早已經有China Mail 有Daily Press 有華志日報 有《循環日報》 有《循環日報》 已經有很多報紙 而《循環日報》 甚至還有它的社論 這個是中國第一份有社論的報紙 當時由黃韜 黃韜會負責 我們稍後會介紹黃韜這個人 所以最後革命黨自己辦了一份《祝國日報》 保皇黨也辦了一份保皇黨的報紙 所以大家就是爭讀者 在這裡爭了 所以香港的信息是非常之多的 另外一個就是宗教 孫中山其實是因為要入教 他哥哥把他趕回來 但結果第二年他就入了教 他就在公理堂那裡洗禮 公理堂從哪裡來呢 公理堂就是今天的新聞博覽館 新聞博覽館 他住在二樓的 下面是教堂 上面是住的 他當年孫中山就住在那個位置 住在那裡 為他洗禮的就是一個叫喜加利牧師 叫Charles Hager 這個牧師相信對他的影響是相當之大 孫中山獨醫跟他有個關係 因為當時的孫中山是一個很虔誠的基督徒 而當時的基督教傳教只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辦學 第二個方法就是幫別人診症 醫好你之後然後向你傳教 所以醫療是他們傳教的一個手段 我們相信孫中山先生早年讀醫 是跟這件事很有關係的 另外他有求學期間 西醫村對面有一間教堂 叫道祭會堂 這是華人自己成立的一間教堂 就不是受西人影響 最初就是倫敦會 倫敦會之後 他們自己華人自己有一間叫道祭會堂 道祭會堂到今天就變成了什麼 今天就變成了合一堂 大家在潘南道 國民有間古色古香的合一堂 那間的前身就是道祭會堂 所以合一堂開堂的紀念日就是10月10日 他們當年來講就是因為 他是跟孫中山先生有關的 另外他有個國民老師叫做歐鳳池 歐鳳池就是孫中山在夏威夷回來之後 他覺得自己中文不好 不夠好 他就跟歐鳳池學中文 這個歐鳳池是教中文的 他去過德國 又教過德國人學中文 這個老師對他影響很大 因為這個老師就為他改了個名字 就叫做日仙 他原來的名字是日申 但是改成日仙 到現在來講 我們打了頭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人要跟他改個這樣的名字 日申就好 日日申 是吧 做新聞 為什麼要改個好像想做神仙的名字 這麼年輕 才十幾十 十八九歲 怎麼改過這樣的名字 我到現在都打頭 但是偏偏 他的孫中山的英文名字 從來都是 生日申 日申 用日申 這個名字 所以很奇怪 這個歐鳳池 就是他的良師益友 而他當年興宗會的時候的革命同志 十個裡面有十個是基督徒 甚至孫中山在海外宣揚他的革命思想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在教堂 或者YMCA 所以他跟基督教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對他這些基督徒 甚至他同盟會的時候 捐錢給他那幫金主 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全部都葬在薄芙林的華人基督教墳場 所以我們知道他們全部都是基督徒 這個就是Charles Hager 你看到他就知道他是一個醫生 孫中山其實是跟著他去過很多鄉下的地方 幫人診證的 跟著這個Charles Hager 這個就是一個很珍貴的資料 這個就是公理堂 給我們看到的一個很珍貴的資料 這個資料就是一個受洗的一個記錄 我們看到就是姓名 這個年稅 受洗禮日期 原植在哪裡來 即是植冠在哪裡來 現在住在哪裡來 誰經守 有人經守 你看看這個就叫孫日新 他還未改為日新 還是日新 鄉山翠鄉村 寫著什麼 寫著banished 流放 這個應該就是孫中山被通緝的時代 就是由1995年到1911年 中間的時候所做的一個紀錄 所以他就流放了 而另外他有個老友記 叫陸中貴 這個就叫陸浩東 陸浩東的Desease 死了 陸浩東在第一次革命起義 1895年的時候已經死了 這個第一個可以說是捐軀的 第一個烈士可以說 很珍貴的這個紀錄 有Charles Hager的簽名 他是經守的 要我簽名在那裡 這個就是道祭會堂 其實就是在西醫宣斜對面 今天應該是梁茶店附近 應該是那個位置 梁茶店附近 有間店很出名的 梁茶店 賣蔗汁 就是那個位置 所以很近 但是孫中山經常過去 就找黃毓初聊天 這個黃毓初也不簡單 因為黃毓初 他也上司過給李鴻章 我們知道孫中山 1885年上司給李鴻章 但其實他也上司過李鴻章 這個黃毓初這個牧師也很不簡單 而且黃毓初牧師有一個兒子 後來是跟孫中山的 就是這位人兄 就是黃毓 這個就是黃毓 黃毓是讀法律的 是法律的專家 是民國的法律的 差不多是第一名的 就是這個他 這個就是黃毓初的兒子 他叫黃毓 他另外一個兒子也很厲害 叫黃毓 是香港大學的第一個 professor Chinese professor 就在Pathology那邊 但是他很可惜 他很年輕就病死了 我想他接觸到細菌 結果很早就死了 都是黃毓初的兒子 這個就是歐鳳池 歐鳳池對他影響很大 怎樣大呢 我們看一下這個 孫中山倫敦蒙爛 倫敦蒙爛之後 他出來救出來之後 他第一封信就寫給歐鳳池 那你就看到他兩個之間的關係 是多麼密切 還有這封信是很正的 因為這裡有一句非常之正 這句是這樣寫的 他説 他説 他本來想做牧師的 就是靠幫人診證來傳教 但是他的思想現在變了 自道 變了自理人 變了要革命 走上革命的道路 最後去管治這個國家 所以這幾句是很關鍵的 講到他的思想的改變 由神道變成自道 但是你就知道這位歐鳳池對他的影響很大 這裡有個很精彩的對戀 這個對戀是廣華醫院的 廣華醫院開幕是1911年10月9日 大家知道10日發生什麼事了 他偏偏是9日開幕 他的第一句對戀是這樣寫的 敏仓泥火熱水深 換我國雲起四百兆同胞固疾 是不是很厲害 那種氣勢不是一般人寫出來的 合中我良醫妙藥 掌君佛首請二十幾個世界尋鱷 表面上看來看見好像說和醫病有關係 但你看看你普通醫病 要不需要建國雲 要不需要建四百兆同胞 要不需要請二十幾個世界尋鱷 所以看到寫這個對戀的人 我認為只有歐鳳池寫出來 為什麼呢 因為歐鳳池當時是廣華醫院的私利 最好笑的是 他是政府安策進去的 其實是非法的 為什麼呢 東華已經當時的廣華醫院 透過Tender已經請了一個人 這個是正規的手續 那個人還沒上班 香港政府突然說不行 你要請他 結果歐鳳池就進去做廣華醫院的第一個私利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人是不簡單的 但是我認為這個對戀只有他寫得出來 這樣的氣勢 即是說到四百兆同胞固疾 即是要醫同胞的病 這個不是一般的病 這個可能是說到要推翻 即是要改變所有人的民族性 之類的事情 另外來講 這個時候 香港也可以認識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即是這些陳少伯 楊學寧 這些人 香港設立輕忠會總部的時候 又跟富人民社的楊拳運 和謝鎮泰合作 這些青年其實跟孫中山一樣 都在同樣的氛圍環境下成長 所以整個思想的分圖也是香港給他的 同樣走上革命的道路 大家看見就是所謂四大寇 其實四大寇的價值不是很高的 因為其實除了孫中山之外 第一個是楊學寧 其實他是沒有怎樣革命的 只有聲音而已 第二個是孫中山 第三個就是成個好像公子一樣 這個叫陳少伯 陳少伯 合了一輪之後就不合了 做商人 都是從商那個 不要革命 革命很危險 第四個從頭到尾就是尤烈 但是他不是跟孫中山革命 他自己去革命 而且晚年的思想越來越 有信佛道 有信法 有信道 人的思想在那裡會變的 這個就是關景良 這幅相很精彩的 在台灣我們看到這幅相 是抹了這個人的 所有台灣的四大寇 是沒有了這個人的 他將他抹了 這個真是厲害 因為他沒有革命 所以不要讓他在那裡 這個就是關景良 也是他的中學和大學的同學 他的關係非常之好 另外一個就是楊潔雲 楊潔雲就是聖波仔 聖寶羅書院 他就是很少的 他居然在聖Joseph College的前身 Safier College教過書 就是舊主書院的時候教過書 然後後來做買版 他就是沙孫陽行的買版 所以他的年紀比孫中山大 他的資歷比孫中山豐富 所以他就是做了 興宗會的第一任會長 後來是若干年之後 要去到1898年左右 孫中山和他都在日本出現的時候 當時經過倫敦蒙爛之後 孫中山就聲名大噪 所以楊潔雲就把興宗會會長的位置 讓回孫中山 所以第一任會長是他 這個就是謝賺泰 謝賺泰就是澳洲華僑 在香港讀中央書院 也是黃隱 這個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他非常聰明 他是服楊潔雲一個 他就不是很服孫中山 所以後來他自己也寫了中華革命秘史 是很多說法 跟孫中山下面那幫人寫的革命歷程 是有點不同的 那麼他就 策動了一次起義 在1903年 他自己以個人身份 策動過一次廣州起義 之後呢 他就不再起義了 他就和朋友 就扮演了一份報紙 就叫做南華早報 就是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當時叫做南清早報 後來才叫做南華早報 這個就是孫中山另外一個老友 也是他的同學 叫做鄭氏良 這個人就是 真真正正的 在1900年的慧州起義的指揮 就是他 這個慧州起義 也是第一次打起第一槍的 一個革命起義 是真的打過的 因為第一次的廣州起義 一槍都未打 就已經被清朝發現了 已經抓人了 這個就不是 這個就真的打 但是因為當然不夠打 革命黨就退回來香港 他就被人毒死了 在香港被人毒死了 亦都撞在薄芙林的基督教墳場裡面 所以他應該都是基督教的 香港也是孫中山策動革命起義的基地 他在1895年就和香港和富人民社成員合作 成立了慶州會總部 就策動了第一次起義 這個就叫做月未起義了 公佩垂城之後 孫中山流亡海外 村後組織過幾次起義 都是以香港為一個 就是籌募資金運送槍械 和革命黨人是外地翻國集合地點 不僅僅革命失敗之後 走老一點就走回香港 所以你就知道香港是有一個很特別的空間 他們是可以利用香港 他們多數是在廣州起義的 就是說起義的地方在廣州 但是策動的地方可能就是在香港 所以香港就在孫中山革命事業裡面 是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我們看看這個就是富人民社的 其實富人民社就是一個論證團體 它不是一個革命團體 只不過後來他和孫中山 在壇香山成立的慶州會合併了 成為香港的慶州會總部之後 他就革命了 這幫全部都是番書仔 不是黃隱就是聖寶羅 不是聖寶羅就是聖學室 幾個都是這樣的背景 都是讀番書的 所以他們的思想也是和孫中山比較接近 這是他們第一次起義的時候的總部 這是乾坑行 中山市積敬一個站 另外就是青山農場 就是李己堂李星的兒子 李星死了之後 李己堂收了很多遺產 就把遺產部分捐給孫中山的革命 這個李己堂就是富二代 二世祖 但是他的錢 他真的很誇張 他把錢捐給孫中山 到自己一個先都沒有 有這樣的人都有 這個就是他的青山農場 其實也在招呼革命同志 這個就是現在已經證實了 就是革命黨在下白黎的一個雕堡 其實主要來說就是 在這裡可能訓練那些革命志士 和失敗的時候 因為他在海邊的 可能失敗之後坐船回來 然後躲在這裡 其實這裡去青山農場很近 一扮過的山就是青山山腳 扮過的山就是青山農場 我們知道廣州有四次廣州起義 所以孫中山先生很喜歡用廣州 作為起義的地方 一來他是熟這個地方 二來有些人說廣州話 各方面方面些 所以其實這個也可以說 是孫中山的盲點 因為最後成功的就是武昌起義 一次就成功了 1911年 他責任了十次 十次都失敗 但是偏偏武昌起義一次就成功了 這個其實跟武昌的那個力 那個位置 地理位置 還有很多想不到的一些意外發生 是有關係的 今天就不說這件事了 我們看見新軍起義 喂喂喂喂 這個好 這個好 這個大聲一點 剛才那個沒什麼聲 另外孫中山有一幫朋友 是捐錢給他的 這幫人是有錢有面 所以他們不會去革命的 但他們暗瓦底捐了很多錢給孫中山 其中捐得最多的就是這位人兄 這個叫李玉堂 李玉堂是什麼人呢 李玉堂是美國回來的華僑 他開了很多檔譜 又開了一間叫廣東銀行 廣東銀行是他開的 非常有錢 而他的女婿就叫馮志柔 所以馮志柔真的是革命黨 跟著先中山革命 李玉堂呢 我們看看這個 就派李玉堂為中央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孫文的簽名就是這樣 記住 孫文的簽名就是這樣 孫字旁邊的紫字是歪了上去的 很容易認的 文字也是那個畫這樣側上去 他就是這樣簽名的 李玉堂捐了很多錢 除了李玉堂之外 另外一個捐很多錢給他 就叫做林湖 我想如果不是有間林湖中學 都沒有人認識到誰叫林湖 林湖是很有錢的 他是一個建築商 不是建築師 他是建築商 就是專門建樓的 很有錢 賺到很多錢 其實灣仔很多地方都是他的 原來都是林湖的 譬如現在有一條聯發街 他的公司就叫做聯發 這幅相很有趣 如果大家經過香港大學站 一出來 有一條長廊全都是舊相 他那裡寫了一個 caption 就說孫中山先生 和西醫孫畢業生在一起 我一看 孫中山是第一屆的 你看後面這些 有沒有搞錯 這班人 每個都大過孫中山 怎可能是他的同學 所以這個都放在烏龍 我認這個就是李玉堂 這個肥仔就是林湖 很容易認的 所以其實是什麼一回事 大家還看到孫中山 這裡有一條黑帶 就是他臨時大總統做完之後 他就下了回來 下了回來之後 他第一次回鄉下 和來香港 這個是他流亡結束了之後的第一次 因為之前他被通緝 但是他做到大總統 當然就沒有了通緝令 所以他下了台之後 就用一個中立的身份回到這裡 所以他就可以見他的金主 金主可能第一次見 其實就是與他的金主在一起 應該這樣說 就是這班人其實是捐錢給他的 整班都很熱心的 林湖在伯闊臨墳的墓 是很厲害的 他是國民黨主席 林森給他的提示 是宣科幫他寫的生平 就是規格是非常之高的 你知道他一定捐了很多錢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叫余奔臣 你看見他的標誌那裡 一邊就是一個十字架 一邊是一個清天白日 他革命緣分 所以余奔臣也是革命的很有幫助 有一件很有趣的就是在廣州 在廣州的熱壽山上有一個叫做光復庭 這個光復庭就是紀念生日革命成功 香港人對生日革命的貢獻 其實是很有意思的 這個廣州 不過我也是發現了不是很久 月壽山走過北下萬七次 但是從來沒有發現這個廣州 因為它的下面有一個海原的庭 我通常看完海原庭就走了 原來上面還有一個庭 這個庭裡面就是千宗山下令起的 紀念香港人對生日革命的貢獻 所以就有一段這樣的文字 然後裡面你就看到這群人的名字了 李玉堂、劉沐如、賓臣、楊西岩、譚換堂、譚兆康和五月站 這群人都是在生日革命裡捐了很多錢給孫中山的 你看就是這個 有一個碑機在這 這個就是大家將來回到廣州 上月壽山不妨留意一下這個艇 因為這個真的跟香港有關係 就是這樣一款的 不起眼的 就是這樣 好了 講完這個 現在才回到回頭說回維新治強時期 我先看這個時間 我先看一看 講到幾點 講到亂殺大龍 是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很好 這樣不是很好 死了 好了 我們接著回到回頭說回維新治強 當然要講熔宏 熔宏其實他是南平 鄉山南平 南平其實是很近澳門的 其實很近關閘 在關閘對上就是南平 他家裡很窮 所以送了他去一間不用錢的學校 這個叫馬禮遜紀念學校 我們知道馬禮遜就是第一個把基督教新教傳入來中國的傳教士 他是第一個傳教士 然後他1834年就在廣州過世 死了之後 那一班廣州的英國商人 就成立了一個馬禮遜紀念會 那是有一間學校的 那學校在哪裡來的呢 這個學校有趣了 就在摩利神山 摩利神和馬禮遜是同一樣東西 不過我們不同譯法而已 那大家看不看到一個山 那山上面的學校就是馬禮遜紀念學校 這個學校很短癮而已 十年的時間都沒有 不過他訓練出來的人就非常之不簡單 前面就是跑馬禮遜 大家都知道的了 看到的了 那就是那間學校 那他就是1847年跟著校長去美國 這個校長很欣賞 有三個學生帶了去美國 那他去到那邊就是Homestay 所以一口英文學得很好 那跟著在1854年他就在耶魯大學畢業 他也是我們第一個在Yale畢業的 第一個 那所以他就知道在美國讀書的好處 那所以他回到中國之後呢 他就透過種種方法呢 就是建議派一些學生去到美國讀書 那最後就是曾學煩利和張支持 那也都遊說了慈禧太后都不反對 那最後呢就是傳了四批學生 一百二十個人 四批每一批三十個小朋友 大概由九歲到十三四歲左右 那就是去了美國那裡就Homestay 然後就考大學 就是這樣 那這個呢就是可以說是一個很大的貢獻 因為這批畢業生回來之後呢 其實有很多對國家的貢獻是很大的 但是很可惜有一大批呢 就是死了在1885年的中法戰爭 中法戰爭已經打死了 那另外當然呢就是包括了我們的周壽神 香港很有名的周壽神就是 就是劉美幼童 那麼劉美幼童最出名的就是詹天佑 就是我們中國鐵路之父的詹天佑 另外我們的唐少儀 第一個國民政府的總理唐少儀 都是這間都是劉美幼童來的 小小過去讀書 那麼玉宏呢就除了是 就是他提出劉美幼童之外呢 他也參與了羊毛運動 很多買槍炮啊等等都是他負責的 去美國買 那麼另外呢就是參與了募室維新 他是很同情康有為良 他也都主張是君主立憲的 那麼到最後呢他甚至呢 是支持革命運動 不過到這個時候呢他已經是過世了 他1912年呢就在美國去世 那麼這個就是熊宏年青的時候 和年老的時候 這個就是劉美幼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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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有趣的 小朋友穿著這件這樣的衣服 那麼去讀書 但是很可惜的 因為這個劉美幼童呢 後來呢就是因為 那幫小朋友去到就不生性 連條編都剪了 有些信了基督教 那麼有人就打小報告回來 朝廷就說有沒有搞錯 我派你去去學習 回來中國貢獻的 這幫人又連條編都剪了 那麼掃天亡祖 在那個時候很大件事的嘛 條編是代表了他們對大清國的忠誠的嘛 所以呢 最後就叫了回來 所以很多是沒有讀完大學就回來的了 絕大部分是沒有讀完大學 讀了一半就走人 很可惜的 牌都已經是不錯的了 起碼四英文 那麼看那些小朋友在那邊 那麼其實就 幾年前澳門是曾經 不是在珠海 曾經考慮做一個叫做 近代中國留學生博物館 那麼我不知道他現在的情況如何 但是我想很難 因為經過三年的疫情 我想現在經濟又不是太好 所以本來那個計劃是很偉大的 但是現在我不知道他怎樣了 留學生的博物館 那這個就是容宏自己寫的 就是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西學東漸記 另外一個人物在香港讀書的 這個人叫唐廷書 唐廷書呢 又是馬拉遜紀念學校 他又在澳門來的 因為他是唐家灣的人 唐家灣很近 今天是珠海 以前屬於香山 那麼他呢 就是來到香港讀書 讀完書之後呢 就在香港政府做翻譯 很多人都是經過這條路的了 然後呢 就做了買版 做了宜貨洋行的買版 那麼當時中國呢 就剛剛在1860年代初呢 就開始呢 就是搞這個洋務運動 那麼自己要成立這個船廠 開礦開煤礦 起鐵路 那麼看中了這個唐少儀呢 是很smart 那麼所以呢 就找了唐少儀呢 是做這個 這個 輪船招商局的總辦 那本來輪船招商局呢 就不是他創辦的 但是 招商局創辦初年的時候呢 其實的生意就不太好 那麼但是呢 就李鴻章呢 就看中了唐少儀 就找了唐少儀去做這個總辦 他做了這個 招商局總辦之後呢 就買了 這個美國其昌洋行其昌的那些名下的船 所以整個招商局的規格就高了 所以呢 招商局就很成功了 所以呢 就是他加入了之後呢 招商局就脫胎換骨 由本來的蝕錢變成賺大錢 那麼另外跟著就要開礦了 就去這個天津附近有個開瓶的煤礦 這個是我們中國最早的 自己開發的一個煤礦 因為這個煤礦呢 我們建了第一條鐵路 就是由唐山去到衰國莊 其實主要這條鐵路呢 就是運煤的 但是你知道 在中國建了第一條鐵路呢 遭遇的阻力是非常之大 所以這條鐵路最初的時候呢 是用馬拉的 用馬 用牛來推拉 那個車的 後來才用引擎 因為那些人反對得很激烈 所以 你就可以想像 其實那時候做什麼都很難 就是反對的頑固的聲音很厲害 最後也做到這個開瓶抗務局的總辦 然後呢 1992年呢 就在天津去世 他死在喪禮裡面呢 李鴻章說了一句這樣的話 中國可以沒有李鴻章 但是不可以沒有唐庭書 那你知道他的貢獻 就是在羊慕運動 向西方學習 羊慕的時候呢 他的貢獻是非常之大的 這個呢 就是唐庭書 照相局 這個呢 就是唐衰鐵路 就是開通路典禮裡面 你就看到李鴻章 李鴻章旁邊的那個應該是唐庭書 來的 這個是李鴻章 很容易認的 李鴻章的樣子 這個 這個 我懷疑這個是唐庭書來的 他樣子有點像 這個是李鴻章 接著講的一個人呢 又黃聖 仍然是馬荔順紀念學校 其實馬荔順紀念學校的學生 那些的英文水平有多高呢 其實現在是看到的 有record的 那算是這樣 英文也算是有盲有盲 他呢 他呢 就跟容盲一齊呢 就是 去了美國 跟這個 校長 布朗 牧師 去了美國 就讀這個叫做 Monsoon Academy 但是他一年之後呢 水土不服 結果就自己走回來香港 那就是一路呢 在倫敦傳道會的印刷部主館 所以他是中國近代印刷業的先驅 出版了中外新報 就是中國第一份報紙 那這個不得了的 中國第一份報紙 中國的新報 163年呢 他就和黃韜合辦 就是合讚了火器 說謊 那165年呢 他又幫丁日昌 創辦了江南製造局 這個是我們中國第一間兵工廠 第一間造船造戰艦的 一間一個地方 這個江南製造局 是羊毛運動裡面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1867年呢 就回到香港 那69年呢 就委任為這個東華醫院的籌備委員 就做了東華醫院創院的總理 那這個就是英華 那1873年的時候呢 就帶了28個幼童去了美國讀書 174年呢 就和黃韜合辦了這份《循環日報》 《循環日報》呢 一直到戰前都有的 這份報紙就沒有了 那之後呢 他又做過華盛頓中國大使館的首席翻譯官 又做過三藩市中國領事館的副領事 所以都不簡單的 就是說他在整個羊毛運動裡面呢 他都站在一個很前的角色 但是後來呢 他就回到香港呢 並且呢 是歸化了英籍 就做了我們香港的第二位華人立法局議員 第一個是五庭方 第二個就是他了 然後1990年就卸任 1902年呢 就去世了 那這個就是他的火器圖說 火器掠說 這個就是他那時候呢 英華呢 出這個《鞋耳貫真》呢 就是一本雜誌來的 那麼 翻譯了很多西方的著作 那麼日本人呢 據說呢 那些日本人來到香港呢 那些就會走去英華買這個《鞋耳貫真》 所以他在檳城的武士加持 就有一塊這樣的牌子 《鞭猜出士大臣》 他是聖寶羅書院的畢業生 那麼最初就做律師 那他呢 大家看到了 他就做過香港的高等審判庭 地方法院翻譯 和王星合辦中愛申報 然後呢 他就娶了何福唐牧師的女兒 叫做何妙寧 他就去了英國讀書 就讀了這個林肯法律學院 那麼就畢業回來 那麼他呢 就是香港第一個律師 第一個的 就是英國讀書的律師 1878年呢 就被委任為第一個華人的太平紳士 很多第一的這個人 第一個JP 1880年呢 就是做第一個華人非官首議員 第一個 就是Legislative Counselor 那麼就積極支持 軒尼斯的政策 反對歧視華人 要求廢除公開私刑 和壓制反賣女童 那麼 那麼 但是呢 他在1882年呢 據說就是因為炒地 炒房子炒焦了 那麼結果就走了去跟李鴻章 那麼 之後呢 他就另外一個生活 這個呢 就是對中國的 近代中國的貢獻 參與了中法新約的商議 參與了馬關條約的商議 然後呢 又出示過美國陰差大臣 為華僑爭取權益 又移定了中國最早的商業法 訴訟法 又出示美國墨西哥秘魯古巴 所以他其實就是 他跟其他人不同 他真的參與了很多 就是晚清的 對國家有利的 有益的東西 幫到國家的東西 又以南方代表 身份參與南北以和 這個呢 就是 辛亥革命之後 北方就以唐少兒為代表 南方呢 就以五庭方為代表 就有個以和的 好笑的呢 兩個人都是廣東人 他們兩個用廣東 也都是廣州話最威的時候了 革命成功的領袖孫中山 又是廣東人 跟著那些 成班那些都是廣東人 最威的這個時候了 然後他又做過外交總長 又代理過民國總理 後來做過廣東省長的 1922年廣州世世 換言之 其實他根本上 前半生都在香港了 無論是香港讀書 香港結婚 香港做翻譯 做過香港立法會 立法局 所以呢 他前半生在香港 後半生就是中國 跟周秀臣剛剛相反 這個就是大精陰塞大臣 另外一個值得提的就是康有為 不用介紹大家知道康有為是誰了 康有為呢 其實他就是1879年來過香港 是第一次可以說是離開他的家鄉之後 第一次出去見世面 他就在他的字編年報裏面就說呢 他說 攬西人公失之毀例 道路之整結 巡步之嚴密 乃此之西人自國有法度 不得已古舊的宜迪士資 接著就回去看海國圖志 迎環志略等書 購地球圖 即是買地圖 佔收西學之書 為講求西學之基矣 即是在此之前 他是一個很傳統的知識分子 只是四書五經而已 但是來過香港一看 就對他有很大的啟發 所以你看看這件事 跟孫中山所講的配合媒體 的確原來他們是眼開放者 即是對於這些是來自內地的這些人 他來到香港一看 整個地方會這麼漂亮的 樓又起得這麼高 又這麼宏偉 道路又這麼乾淨 當然是相對 所以呢 這個康有為1879年第一次來香港 他只是逗留了一個很短的日子 但是對他已經有很大的衝擊 對他的思想有很大的衝擊 你看到這件事 就是他看到道路整結 循步嚴密 他就說他自覺有法道 自覺有法道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看法 當時就真的都似無似樣 這個大鐘樓 就是今天那個遮打道那裏 這個北打街 北打街那裏 這個就是佈公碼頭 看到這些都叫做整整齊齊齊 有這個監獄 然後介紹他就是何啟 何啟就是何福堂的兒子 他的姐夫就是五庭方 他姐姐就是何妙齡 他早年讀中央書院 然後去英國留學 先後拿了兩個學位 第一個是Medicine 第二個是Law 最難拿的學位 被他拿了 然後回來 他還娶了一個英國的女子 帶她回來 可惜回來沒多久 就過世了 當時香港政府 哇 真是挺難得等到一個這樣的人 劉英 英文很快 基督徒 完全全都合了英國人的要求 所以就大力扶植他 做了立法國會議員 做了24年 他做了最長的 在當時來說 一般只是做一任兩任 哇 真是假的 所以他做了24年 很厲害 1912年又做了爵士 但是我們看到這個 就是他對香港的貢獻 但是原來他 都沒有忘記到 這個自己是中國人的 他對晚清很多批評 力速改革 提出種種建議 他的中文又不好 他的英文好 於是他的朋友 胡麗媛 就用中文翻譯了他寫的英文 就有以下的幾篇書 後來他們又將他發表的文章 就編為新政真傳出版 從政治經濟思想文化 提出一系列的改良主義主張 所以他影響是很大的 都是因為他有這樣的著作 對當時的人看了之後 覺得都很新的 他當然是支持君主立憲 因為何啟很有趣 他是兩種忠誠 又忠於英國又忠於中國 所以我們叫做兩種忠誠 兩樣他都忠誠的 但是他又很信君主立憲 所以他主張 就是中國應該君主立憲 接著就是黃韜 他是一個啟蒙思想家 政論家新聞記者 他本來是蘇州人來的 來了香港 住了十幾年 你看見他就說 窮則變 變則通 主張就是盡用太西之法 而家父其上要學西方 接著要超越西方 這條思想真的是很新的 那個時候來講 不單止要學 最後要凌駕於他 他創辦的《循環日報》 有很多社論 對當時的知識分子的影響是很大的 他說的這句是很精彩的 他說香港只是一個島 但是割了給英國之後 招來文書 數年間成為一個城市 百業共舉 奔奔而言清自然 中國又多顧 中國那個時候又亂 被居者視為世外桃源 然後很多做生意的商人在這裡 才烈之聖幾甲月東 他說烏夫地之聖衰何嘗 在人為之矣 故君其地之興 就知其政治之善 因其政治之善 就知其官吏之言 當然他也很推崇香港 對當時的香港很推崇 就覺得官吏是延良 所以政治就清明了 所以有這樣的看法 所以由他講的話 再加上孫中先生講的話 你就知道他們那承脫人的看法 是很一致的 就是當時將香港和中國內地比 晚清的中國比 我們的確很多方面 是比他們優越的 循環日報 接著就講接近近期的事情 好 第一個支援抗戰 知道七七盧溝橋之後 就全面抗戰 當時的共產黨在香港很有趣 就是廖成智在皇后大道中18號 就成立了一個叫八路軍駐港辦事處 你看到很有趣的 就是當時其實他和英方之間 有某種默契在這裡 這個Sir Asperger和香港政府都默契的 對外賣茶葉的 實質上就是八路軍辦事處 做什麼呢 主要就是接收了大量的捐贈的物資 藥品醫療器械卡車矯車 由香港輾轉運去延安 這個其實就是由香港 因為當時日本人已經 已經將中國沿海所有全部都立了 香港是唯一的活口 唯一可以運進入中國的就是香港 所以香港的位置很重要 所以當時大量的物資 無論是香港 無論是海外華僑捐回來的東西 都是通過香港運去中國內地 支援抗戰的 那他的辦事處也聯絡海外華僑 那就是印刷華僑通訊 向華僑報導國內抗戰訊息 那很多青年也在他們安排下 加入共產黨的新四軍和白路軍 那七七事變之後 香港很多的組織都很積極投入去支援抗戰 有些是新成立的團體 有些是舊的慈善團體 工會、商會、同鄉會、婦女會等等 就為抗日戰爭提供持久的物資援助 那也有些人親身投身抗戰 那所以呢 就是香港在這方面是很積極的 那宋慶寧呢 就在三七年的歲月二十三日 就由上海來到香港 成立了保衛中國同盟 那地方就是西摩道二十一號 那團結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 支援中國抗戰 他就任主席 宋子民就做會長 就為抗戰 籌集了大量的資金和物資 那其中大部分運送去給白路軍 即是給共產黨的軍隊 白路軍和新四軍 那你看一下這個就是西摩道二十一號 當年的宋慶寧就住在這裏 亦都是保衛中國同盟的總部 那這幅相片很珍貴的 就在香港拍攝的 就見到她的 這幅相片又很有趣 我們知道宋慶寧 宋慶寧隔壁就是 廖仲岳的女兒叫廖夢省 廖夢省的旁邊 這位人兄就是廖成智 廖成智就是當年的保衛 即是香港白路軍辦事處的負責人 就是廖成智 他當年已經是共產黨員 他是共產黨員 他是共產黨員 這個旁邊這個 就很有趣 這個人叫鄧文昭 鄧文昭是有錢仔 不知道是富三代 不是富二代 是富三代 他家裡其實是很有錢的 但是他又在英國 好像劍橋讀書的時候 已經貼了進去那裡的共產黨 所以他跟共產黨的關係比較密切 他在香港就是華比銀行的賣板 也利用他這個身份 在他家裡很多共產黨人聚會 在他家裡 那旁邊這個就是 就是一個愛佩斯坦 是一個記者來的 一個猶太裔的記者 這位好像是香港大學的一個教授 在香港 在香港 宋慶寧搞了很多活動 就是籌款的 其實主要來說 就是有個叫做一碗飯運動 捐一些錢 然後捐兩元 持倦者可以到指定的餐館 吃碗炒飯 不知什麼炒飯 真的不知是揚州炒飯 全部收入捐給中國工業合作協會 作為救濟基金 這個籌到很多錢 因為後面有宋慶寧在這裡支持 然後有羅富國做贊助人 這個就是所謂的一碗飯運動 挺有名的 這個保衛中國同盟 在1939到1941年 籌集到國幣 一萬879元 港幣這麼多錢 美金這麼多 其實香港是當時的所有 無論香港籌到的錢 海外籌的錢 透過香港運到大陸 所以你看到香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 它的作用都不一樣 之前作為可以說是 有一班有志之士 它那個思想孕辱的地方 這裡作為中國有難的時候 它就接濟回中國的一個地方 但是最有趣的就到這裡了 就是原來香港就是因為 因為七七抗戰之後 大陸很多人走了來香港 其中有很多很出名的民人 有些很出名的所謂民主人士 但是日本人打香港 打了18天之後 香港淪陷之後 這班人滯留在香港是很危險的 所以當時周恩來 就向廖誠志 潘漢年發出指令 要盡快將這些滯留香港的人 搶救出來 於是主要是通過 這個廣東人民抗日遊擊隊 就是幫他們運兩條線 一條是經過元朗中線去 另外一條是在海路 經過西貢那邊 是救了這班人出去 救了很多人 就有八百多人 就包括了這些比較有名的 何香盈、柳亞子、周韜份、茅頓、夏遜 這班人 甚至蝴蝶都有 當時這個很出名的明星蝴蝶 也都是這個八百人救了回去 就將他們送到一些 國民黨管的地方 然後他們去了重慶等等的地方 所以救這個人 也是通過東江中隊 這個廣東的遊擊隊 也都是由共產黨在背後去安排的 我們看到就是 有一堆人都是當時救了回去的民主人士 到國共內戰的時候 就是因為國民黨 就封鎖了所有的消息 變成他們 就是共產黨他們自己 很多信息就傳不到出去 所以就在香港辦報 這份報紙就叫做華商報 就由周韜份、范長江在香港創辦的 一個統一戰線的報紙 因為日軍侵港這個報紙就在12月12日停刊 日本投降之後呢 他又恢復了 就46年4月1日復刊 董事長就是華丁銀行的副經理鄧文田 這個就是鄧文昭的兄弟 其實鄧文昭在背後出了很多力 你看見這個 所以他們就說 當在中國內地 在內戰的時候 很多報紙是被國民黨控制了之後 香港又殺了一條出路出來 在香港可以辦一份報紙 就是共產黨在香港辦一份報紙 就可以透過這份報紙去傳播他們的訊息 這個也是很有意思的 看到香港的特殊地位 當然更加特殊 這個特別 這個是華商報 當然特別厲害的就是這個 就是香港辦學 在1940年代晚期 他們在香港創立了一間大專院校 就由周恩來和董必武指導創辦 校長叫陳其煥 校社就是在屯門的方園別墅 今天其實這個地方 就是叫做何福堂中學 何福堂中學裡面 有一間這樣叫馬麗遜樓 這個地方就是以前曾經 達德德學院的校社就是這裡來 創辦目的就是安頓當時 因為逃避國民黨來香港的左派知識分子 還有培訓青年幹部 這個學校維持了幾年而已 很有趣的 但是他的獅子就嚇死你這麼厲害 當年是比香港大學厲害很多的 因為你看見這些名字都嚇了你一條 侯愛勞、護城、展伯讚、夏遜、曹豫 這群國抹藥、國抹藥、這群人都是不得了的 當時的獅子強到不得了 但是他們正是 因為他們這群人當時好像民一多 他們剛剛被殺了 所以他們覺得留在內地很危險 所以周恩來他們就特意安排這群人來到香港 因為香港當時他們覺得稍為安全 因為國民黨都不敢在香港太過猖狂 所以就在香港 你知道香港是一個這麼特殊的地方 辦學這間學校的成立 和後來結束都是很神奇的 1946年12月10日宣佈成立 又是用回雙十折 因為當時還是雙十折 但是教育師去到1947年的12月 才被他立案 就是說他非法運作了超過一年的時間 才被他立案 但是最奇怪就是被他立案 其實香港政府明知道他是什麼一回事 怎麼會不知道 知道他校長是誰 知道老師是什麼人 知道學生是什麼人 怎麼會不知道 但是呢 一隻眼開一隻眼閉 走來檢查完之後 又說可以了 你開學吧 但是呢 去到1948年的12月底 運行了一年之後 警告他要取消他的註冊資格 去到1949年2月 就教育師就奉港督令 取消了學校的註冊 但是到這個時候 其實這間學校的學生 已經大部分走了 所以似乎之間有某些默契在那裡 走去哪裡 走去已經 你看一下去到1949年2月 其實已經是 所以他們其實就北上參加最後的戰役 還有49年之後 當然就是 就是開這個第一次的 就是開政協 他們很多是成為政協 就是這個所謂協商會議 就是這個 大家知道49年12月1日 就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所以這班人其實 已經是開始上去部署這件事 所以這間學校 其實他的歷史使命已經結束 所以香港政府蓋他 其實對他的影響都不是很大 所以其實挺好笑的 理由是該校利用學校 進行政治活動 其實他第一天就知道了 但是這個時候才蓋他 當然我們看到 這個就是達德學院的 一些舊照片 這間學校是很民主的 他有學生 就是他那些學生很有發言權的 就是裡面是一個很開放的一個氛圍 有很多活動 很多年青學子都是來自南洋的 就是他們當時知道這些名師 那麼有名 就走來香港讀書 就是走去達德讀書 那很多都是心起成為 這個就是突然下令取消註冊 全校師生經義 各界軍備遺憾 那當然是這麼說 那好吧 那遺憾完了 那終於結語了 是挺有事思的 就是從晚清的自強維新 新來革命到抗日戰爭和國共內戰 香港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在自強維新的時期 這個運動的一些重要人物 就是香港讀書 接受西式教育 認識西方市民 並且在這個地方生活 拆弱到香港很多方面 是比當時的內地先進的 從而就孕育了改革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想 甚至是推翻滿清的革命思想 這個都在香港是孕育出來的 前者有何啟、黃韜、康有為 後者除了孫中山之外 有楊渠雲、謝贊太、陳少白、尤烈這些人 至於勇宏、唐廷書、黃勝和五庭坊 就直接參與了晚清的楊武運動 或者在保護華僑和修訂法律上面 是作出貢獻的 革命黨人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 政策和革命 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時期 以香港為一個避難所 通過辦報打破國民黨對信息的封鎖 辦學、培養年輕幹部 和安頓在香港避難的左派民人 和民主黨派的代表 所以在國家遭到侵略水深火熱的時候 香港人又踴躍捐輸 運送大量物資支援抗戰 打破日本對中國沿海的封鎖 所以你看到 以上的例子 你就可以看到 香港在中國近現代史的 不同的階段 都是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謝謝 給多點掌聲 叮功 很精彩的分享 令到我們穿越時空 回到以前的不同的年代 去認識香港的前世今生 當然我們有段時間給大家 問問題我們都爭取時間 不過在問答之前 我們都有一個簡單而隆重的 班陣紀念品儀式 我們有請黃景強博士 和黃鴻堅先生 一同班陣紀念品給丁弓 丁弓有請 兩位有請 給掌聲好嗎 這份紀念品特別有意思 我們選擇了一系列的呈現出 香港歷史情懷的畫作 是送給我們今天的講者 丁弓 好 三位我們先看鏡頭拍照 再一次 鼻掌聲 丁申炮教授 丁弓的講座的時間是特別快過的 我相信大家超小時候不介意 因為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現場或者網上的網友 都有些問題想問丁弓 雖然時間大概還有10分鐘左右 我們都希望大家把握機會 有沒有朋友想問問題 我們先把麥克風交給現場的朋友 有沒有哪位的朋友 有興趣 是的 問丁弓關於今天的講座的題目 或者關於一些歷史的資訊 好 大家有沒有一些問題想發問呢 是 這裡有位先生可以 第一個問題問丁弓 關於君主立劍那篇文章 我看過 但我現在說不出那些句子 我覺得寫得非常之好 不知道有沒有印象是誰 草耳來的文章 很抱歉 很多人都 因為其實晚清的時候 君主立憲是 其實應該是最多人支持的 因為特別是 在1905年 清政府宣布他要立憲了 因為終於他們說服了慈禧太后 說服慈禧太后 說服慈禧太后 就說 如果你君主立憲之後 你大清的江山 就可以永遠地維持 其實他舉個例子就是日本 因為日本明治維新之後 他改革之後 國勢就突然很強 所以 天皇可以繼續做 而且更威風 所以 他們用日本的例子 來說服慈禧太后 所以他最後都同意立憲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君主立憲的步伐太慢 其實 其實以當時中國的國情來講 本來君主立憲是一個相當合理的選擇 但是很可惜 就是因為 到最後被人家看到 就是清朝根本上 因為當慈禧和江水都死了之後 他們有一個新的內閣出現 這個內閣裡面 仍然大部分都是滿洲貴族 所以漢人 特別是漢族的官 官民都覺得 他們似乎是沒有什麼誠意的 那一刻最失敗 本來君主立憲是一個出路來的 因為避免了很多戰爭 但是很可惜就是因為 當時的始終是 滿洲人管漢人 而一個少量少數的人管 一個多數的人 始終是出問題的 而且他們也沒有誠意去改革 所以結果就是 你君主立憲不成功 唯有就是用革命 所以最後就變了用 最初孫中山的擁躉並不多 但是後來支持革命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了什麼叫做辛亥革命 其實是很複雜的一回事 很老實說 跟我們今天認識的 是很不一樣的 因為推翻清朝的 沿世愛 不是孫中山 我們必須承認這件事 我們必須承認這件事 還有當時其實 晚清的時候 因為要立憲 在每一個省的省會 設立一個叫支以局 其實是一個資深機構 但是支以局的成員是怎麼來的呢 它需要你一定要有功名的 即是考過科舉 有功名的人 但是其實成立了支以局之後 每一個省突然間聚集了一批精英 在這個支以局裏面 這批人裏面有些人的思想是比較新的 所以當武商起義一成功之後 每一個省的支以局自己去投票 去投票支持究竟革命黨還是支持清朝的時候 你就發現每一個省好像骨牌後應這樣 湖北第一個倒下 湖南江西一直倒下 其實我們廣東人是最縮骨的 我們很遲才投票 先看清楚 不要這麼快 看清楚周邊全部都支持革命黨的時候 最後我們再投一票就是支持革命黨 於是兩光總督就開始走路了 走路走去哪裡 當然是走來香港 雖然香港就是一個這麼奇怪的地方 走路又是走來香港 那幫清朝武官做的那幫文人走去哪裡 又走來香港 所以革命黨的走來香港 那幫武官做的又走來香港 所以你看見香港在歷史上 它的角色是一路隨著時代一路變的 但是很有趣的那個角色 其實它是一個buffer in a way它是一個buffer 就是這個buffer 就是在中國亂的時候 這個buffer就起了一個保護的作用 這個是很有趣的 好 不用電工 好 還有沒有現場朋友有問題想問 前面這位先生 是 是 給一支咪 給一支咪 是 是的 可以讓大家都聽清楚 這個問題可能是一個小問題 但是就有點奇怪 因為孫中山在1923年 就是在鄉大演講的時候 他說 看香港70年來的成績 但是70年 好像在1923年 就算是香港開埠 4142也好 是80年的 那他那七十年 七十年好像 他指的是一百五幾年 五一年 五二年 其實他有沒有特別的意思呢 沒有 沒特別的意思 他忘記了 我告訴你 老實說 孫中山先生 是一個銷售師 必須承認 他是一個銷售師 革命起義 不是他去策動的 他是去賺錢的 但是他就因為賺錢 就環遊了世界三次 但是你要知道 這個角色 首先因為倫敦蒙爛 他已經注定了 他作為一個革命者的身份 然後他就用這個身份 周圍去 其實他 很多人對孫中山的描述很準確 就說他活動的地方 他活動的地方 就是中國的邊緣地帶 和西方的邊緣地帶 怎麼說呢 中國邊緣地帶 就是他活動的地方 全部是中國的商壺地區 他沒有去過中國的中間 這個就跟毛澤東剛剛相反 毛澤東活動的地方 就是湖南 這些全部都是 他的長征 全部走來走去 都是中國內地 就是孫中山 他活動的地方 就是上海 香港 這些這樣的地方 都是中國最邊緣 沿海的城市 而他在西方國家 賺錢的時候 活動的 就全部在別人的地方 唐人街 明白嗎 紐約的唐人街 三藩市的唐人街 他去華僑 去籌款 西人哪個籌款 給你錢的 你開玩笑 全部是華人的社團籌款 所以很有趣的 現在我不知道 直至十多年前 你去到紐約去山環市 那些華埠 全部都是清天白日 滿地好奇的 現在可能不同了 但是你知道他們還是 擺在孫中山像中間的 一百多年來都是這樣 但是你剛才說的那句 其實他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的 七十年八十年 對他來說 沒有什麼所謂的 不要這麼認真 不要這麼認真 總之 他是 但是In a way 他是一個銷售 他最厲害就是 遊說別人捐錢 就是這件事 他最成功的 大家知道 少得崩也不行 革命 你開玩笑嗎 有安家費的 你覺得這麼容易 真的 所以籌款 大家籌款就知道有多艱難 一點都不容易 真的 好 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再給最後一條問題 這位先生 可以了 有請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我有兩條問題 第一條問題就是 你剛才提及的時間 好像差不多由辛亥革命之後 直接跳到擴戰爭 我想問中間的散港大罷工 其實對於香港對於中國來說 有沒有影響 還有 第二條問題是 我們 作為學生 你有沒有什麼書籍 可以推薦給我們 去 對於中國 可能近代的政局 或者香港對於中國 近代的影響 有少許推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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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第一個題目是 什麼 忘記了 其實那種民族主義的思潮 都是很厲害的 特別是 1921年之後 共產黨成立之後 我們知道 省港大罷工 基本上就是 共產黨在背後 策動的 就是由上海發生的五三十運動 然後到廣州的沙基慘案 就刺激了香港的人上街 還有那些人 我們香港人很有趣的 在英治時期 我們有一件事是經常會做的 就是用腳走 走了 特別是戰前 戰後就很難了 戰後 因為他們真的是 香港定居了下來 但是戰前 有什麼不妥就走了 就去哪裡 回廣州 幹什麼 是不是 海原大罷工 不妥 那些人又回廣州 省港大罷工 又走了回廣州 為什麼回廣州 原來廣州政府養他們 為了鼓勵他們 罷工 鼓勵他們 就在廣州 其實被他們接濟 就是接濟 那當年負責 接濟這幫人是誰呢 省港大罷工的時候 就是廖仲偉 孫生已經過世了 廖仲偉 就是罷工委員會的負責人 香港政府說 我很想見到這個人消失 說得明白了 很想這個人消失 最後這個人就消失了 好 而同年 東華醫院的主席 挪用了一筆錢 那筆錢 不知去向 最後那筆錢 是英國政府 填到那裡的 因為到這個 做主席 他做了一年而已 他退位的時候 那筆錢還是完空了 所以香港政府 問了英國政府之後 就有筆錢填下去 這筆錢是做什麼的 到今天只有一個謎 但是很可疑 所以真的很過癮 其實歷史很有趣 有個學者寫的說法 就是那筆錢是去幫陳永明的 但是我看過時間上 似乎跟廖仲偉之死 可能有些關係 可能有些關係 不是很肯定的 所以其實香港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就是很神奇 死了又忘了問什麼 他說想看什麼書籍推薦 是 有些什麼書籍推薦給他 死了我一時之間都想不到 是什麼 最近連浩旭好像出了一本書 值得留意一下 他是香港大學歷史系的一個教授 Alin那本書值得留意一下 有些什麼書 我一時之間真的 醒不起來 遲些 好厲害 遲些 你問你老師 你老師一定知道 真的 我知道 不好意思 真是不好意思 好給掌聲丁公 多謝了丁公今天的分享 借用大家多一分鐘時間 因為我們接下來有一個 講座的問卷調查 大家可以用另一個手機 掃描這個二維碼KR Code 或者後面的朋友太遠 我們有兩位的義工朋友 可以把我的曲放在你面前 希望大家給一給意見 我們今天 丁公的講座 以及我們接下來的一系列 一些歷史講座系列 希望我們更加做得好 精一求精 所以大家給一些意見 我們搖館 希望大家日後 繼續支持我們搖館 所有關於文化的活動 另外我們不如趁這個時候 買廣告先 我們可以去這個畫面 大家應該很喜歡丁公 丁公因為有無窮無盡的歷史 題目 我預告了遠的 因為跟丁公有關 在2023年至今年的5月4日 丁公這個是五四運動的日子 5月4日 有個講題叫文化與歷史展覽 在香港的發展及在文化推廣的角色 應該是很長的一個題目 講者就是丁公 還有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館館長 吳志華博士 還有有香港藝術館前館長 司徒如傑先生 三位猛人 有這個講座 我們這個即將開始接受報名 但上面那個講座在3月23日 是很快的 一個月都不夠 就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就是嶺南大學協理副校長 劉志鵬教授 還有著名建築師馮永基教授 去主持的一個講座 就是保育項目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對於歷史、保育、文化 喜歡的大家 一定要支持我們搖館 繼續去支持我們的歷史文化講座系列 在這裡我們再一次多謝大家 現場朋友和網上的幾百位朋友 去參加我們今天的講座 再一次給一聲丁公 多謝丁公 多謝大家 希望很快的大家 多謝 謝謝 謝謝